这回合只有补原 没有增原 补原数为一 正好只有一个可补原的单位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始第一场战斗 是逃兵 东部的抵抗的确有点弱 进入下一场战斗 战斗力比是6比1 平地无修正 受指挥部影响向右一列 最终变为7比1 7比1的4 低地 没有毛病 然后下一场战斗 6比1 平地无修正 6比1的4 低地 防御方被消灭 进入下一场战斗 是防空师团 终于有个能打的部队了 不过防空师团出现在东部有点亏 因为东部的第一集团军没有坦克部队 防空师团和坦克部队战斗时 是有加成的 如果攻击方包含有坦克单位 攻击防空师团的话 战斗力比会向左一一列 战斗力比是1比1 平地无修正 投了个4 低2 防御方撤退一格 然后下一场战斗 6比1 平地无修正 投了个1 低1 第一集团军的所有行动结束 第八集团军本回合有两个补员 再加上上回合没上场的两个指挥部 指挥部总算上场了 希望能提高下第八集团军的进攻速度 毕竟VPA的差距在慢慢变大了 再加上回合不着 感谢观看 红色箭头所指的三个格子缺一个单位 指挥部会被偷 但本回合刚登陆的坦克部队去填这个缺口的话 北部的攻击力就会减弱 主要感觉北部部队突破防线的任务优先级要高一些 所以不想拿坦克部队去填缺口 不过现在仔细一看的话 蓝色框的单位移动到蓝色箭头所指的格子 就可以防守住日军占领登陆摊头和偷指挥部的行动了 不过之前玩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步棋 留下指挥部被偷的可能 开始第一场战斗 西部的日军部队的确战斗力要高于东部 1比1 平地无修正 受指挥部影响向右一列 最终变为2比1 投了个2 第2 防御方撤退一格 然后下一场战斗 战斗力比是3比1 平地无修正 3 BX 好吗 又遇碎了 进入下一场战斗 又是一个高战斗力部队 两个坦克部队跨核攻击 攻击力一共是9 加上步兵的6 那就是15比4 村庄为左一一列 最终变为2比1 第2 防御方撤退一格 第8级堂军所有行动结束 本回合日军的捕员数量是两个单位 一个战略预备队 由于第8级堂军已经跨过了多摩川 所以第36军的单位全部激活了 但是这次是一个战略的 第4级堂军 车为军了 车为军数量 多摩川 空间和军数量 是个战略小的 与一样的 不然是军数量 的 不然是军数量 军数量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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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出1 第一 防御方被消灭 悲剧 北部前线又没指挥部了 进入下一场战斗 有一个部队跨河 日军战斗里之河是11 战斗力比是2比1 村庄为左一一列 最终变为1比1 投出的1 BX 双方各有一个参战单位被消灭 不过日军目前最好不要损失部队 用个挺身对吧 本来坦克部队被包围了 把他打退就是消灭 2 还有6点 3 第二 消灭 好 战斗结束 其他部队不用攻击了 只要挡住美军就好 那日军的所有行动结束 第三回合结束 目前战况是这样 美军第一集团军不管是南面 还是北面下回合就能突破峡口的防线 之后阵线就能展开了 然后 东部日军会依靠东京市区西边的河流 建立第二条防线 如黑色线所示 在西部 第八集团军北面前线部队 被日军的4个师团挡住 并且被吃了一个坦克师 加上前来支援的指挥部被偷掉 所以下的回合 北面前线部队想突破日军防线 是不大可能的了 下回合第八集团军的主要任务 是清除掉多摩川以南的蓝色线框柱的区域的敌军 并占领横滨和川崎两个得分点 另外 东京市区南边目前是防御真空 美军第32步兵师可以乘区而入 进入东京市区 如蓝色箭头所示 但是由于单兵潜入 下回合一定会被包围 最多就是使北面日军防线上的部队分兵 去协助包围第32步兵师 由于第八集团军的得分点不在东京市区 所以感觉这样行动的必要不大 好了 第三回合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期见